Hello 今天這條影片想記錄一下我剪頭髮 我之前由平音流到現在中間分界 用了大半年的時間 一直維持中間分界 都維持了年多兩年 其實一直都很想剪平音 但又不捨得 因為這麼大的女兒 第一次真正正流到中間分界 但對了這麼久真的很悶 今天就決定剪了音 剪那些空氣流海 之後都可以變成斜音 不用怕剪了就沒有 我現在的頭髮就是這樣 但我很迷惘 其實應該是剪多少呢 我拿著少少來試一下 免得一會兒剪掉了 然後中間的一側 分漂亮一點 應該是差不多 就剪掉了 會不會太多 我會很害怕 剪掉就沒有了 我會很長時間 這樣 好了 我在雜貨店買了這些膠刀 這些叫牙剪 用它來剪 剪到這裡 其實我之前剪頭髮 剪平的那些都是自己剪的 但留了中間分界之後 就很久沒有自己剪過頭髮 好害怕 突然間變得很小 然後呢 吹一吹頭 先把頭髮剪掉 好了搞定了 吹完頭應該差不多了 不用再剪了 我看不慣了 看我的頭髮 我的頭髮 我的陰 好啦 那這次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大家 不會覺得我這個髮型很噁心 不要緊 可以搏在那邊變斜陰 好像之前那樣 就這樣啦 下次再見 拜拜